英國訓練官一聲令下 烏克蘭士兵學員子彈連發 為了挺烏抗二 英國國防部透過軌道行動 讓大批烏軍遺失英國本土 接受實戰軍事訓練 不同於先前專門訓練烏克蘭軍事人員 英國這次收的是18歲到55歲 缺乏軍事經驗的烏克蘭志願者 英國國防部特別先採購 烏軍慣用的蘇聯系AK步槍 更將原本二十八週的英國陸軍課程精華濃縮 只要一百二十天就能訓練一萬名大軍 期間每天從上午六點直到晚上十點半 每週七天不間斷 特訓內容涵蓋射擊槍法 城市作戰戰地攻防等實戰技巧 二軍在頓巴斯地區閃電攻城略地 英國不只出力訓練強森 答應送上的重炮武器也終於抵達前線 四巴達人履帶裝甲車 米二四磁路武裝直升機都有如及時雨 美國也再加碼軍援價值四億美元的武器 包含四具海馬斯多管火箭系統 目前總計美方已經提供十二具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說 軍援有助於給俄軍一陣迎頭痛擊 烏國談判代表也說 俄軍因為補給問題被迫暫時停戰 烏軍的轉捩點曙光乍現 金新聞 露營零六位報導